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老师在节目上面8月28号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说 因为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是一个所谓的月线的结算 收月线的日子所以国安基金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会持续在今天去做一个拉抬的这样子的动作 果不其然指数再继续往上拉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MSCI全职生效的因这个关系 但是投资朋友MSCI全职的生效不会造成指数拉了超过百点 因为毕竟它是调降 所以好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目前的方向没有改变 找到对的股票做多 我说过了9月份明天就9月1号 9月份你一定要把握到对的机会 对的股票 如果说9月份你做对了 那当然你会在今年 你过去所输的钱 你会今年你就不会白住 9月份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先前跟各位举过一个例子 还记得张老师一路从9400点这样子一路空下来之后 到了这一天开始做空单回补的动作 这一天 这个礼拜五了 礼拜五全数空单做回补 这个节目上面都说过 然后礼拜一正式翻多 我跟各位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急涨的时候你要卖股票 急跌的时候你要买股票 那当时候现在来看完全的验证 还记得在上个礼拜二的时间 也就是这一根红K棒的时候 这一天是上涨了265点 这一天我们跟各位讲 在节目上面讲说 接下来台股它会进行一个所谓报复性的反弹 这是首次张老师在今年 从9400点 7月3号一路这样空下来之后 全数空单回补之后 首次在节目上面 第一次用报复性反弹这样子的字眼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不其然这个指数就是一个报复性反弹 我先前跟各位讲过 报复性反弹的构成关键是在于 第一个前提是一个资金的奥远 就是所谓国安基金 不管是本基金的5000亿 委外代操了3000亿 或者是银行抵押 或者是借款了2000亿 加起来一兆的资金 所引动了这个买盘的信心 当然我这边的意识 我也先前已经讲过很清楚 我这边的意识不是代表说 国安基金会一直持续往上拉 它只要互助就够 为什么 因为有外资的借券空单 高达800万张这样子的借券空单 它势必要去做一个 回补的这样子的动作 所以你才会看到 最近很奇怪 很多人搞不清楚 为什么外资的期货 多单口述这么多 当时候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外资空单 多单已经两万四千多口 很多人认为 到了隔天 它再拉上去的时候 有很多人认为说 外资空这个多单应该会减少一些 但是没有 它要继续增加 到了上个礼拜五的收盘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外资的多单 增加到两万七千多口 这是从去年520以来 最多口述的多单 那我先前跟各位讲过 这个多单 它是一个所谓的避险的多单 它害怕外资借券被嘎 害怕自己的借券部位被嘎 所借出来的 这个所谓摆的 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部位 避险的多单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指数最近这么那样的强势 就在这边 那当然接下来的加选指数 明天有可能会开大跌 因为今天的国际盘势不是这么漂亮 但是因为今天台股是收月线 强收上去的 那明天又要回到跟水国际盘势一样 所以说今天 明天的盘势可能开盘就大跌 但是大跌之后 你要注意去找学买点的机会 因为毕竟都是这边 你看哦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先前说过 几涨的时候你要卖股票 几涨的时候要买股票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 成交量全部都是千亿元以上 然后曾建一个V型上来 不管之后要继续直接攻也好 或者是压回再攻也好 它都是形成一个底部扎实 这样子的状况 这就是所谓的扎实的底部 底部出量往上攻上去 这就不就是一个所谓 标准技术分析当中的底部吗 所以我说九月份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份 不光是台湾 包含的全球股市都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月 你只要做对了 今年所输的会赚回来 在这个月你只要做对了 它的效率绝对会比你 过去八个月的时间的操作 来得更有效率 因为它的速度会很快 那当然选择的标例是什么 或者是策略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谈 整个操作策略的部分 既然我们都知道 下面现在目前有国安基金 这块铁板 再加上最近所构成的 一个V型反转上来 整个千亿元成交的量每天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鸭回 基本上是找买点没有错 除非国际股市有莫名其妙的变动 但是 目前来看 鸭回是找买点没有错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说 你在接下来 既然我们都知道 知道什么 它到目前为止 中期它是一个反弹 但是长期它是一个空洞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您现在在接下来我们既然把它定义一个松极的反弹 报复性的反弹 操作期间啊 就是短线 再次为什么赵老师最近在带 观众朋友操作这个所谓短线的这个多单的获利就是这样子 操作期间就是短 三到五天 三天如果股票没有动 基本上两天没动就会出了 三天到五天的时间 五十万的资金假设 五十万的资金进场买这张股票 到了差不多六十万 左右就可以先走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十五%二十%就走了 这就是要告诉各位 你接下来操作期间就是要短 就是短线进出 就是快进快出 就是快刀进快刀出 这正好是给各位的建议 操作策略的部分 那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做的 或者是不知道标的是什么 或者是您现在这个时间点 首先还是很多股票 然后期待反弹上去赶快卖卖的 你现在张老师接下来提醒你一个重点 请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重点呢 举一来说好 这七月初的时候 张老师叫各位不要买这个PA 对不对 我想各位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记得洪杰科在七月初的时间 差不多价位还在这边 我在节目上面叫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都不要去买它 因为当时候PA 还在利用这个所谓2455的全新 六月营收公告出来 创历史新高 他在急拉股价 然后当时候其实业内已经早就在出 其他的股票了 标准的拉高出货 标准的拉高出货 所以张老师在节目上面 当时才一直不断提醒所有的同志朋友 PA在七月初千万不要买 那当时你听进去你现在不会套了 那现在可能有些套牢的朋友 我们以洪杰克为例子 假设你当初买在120块附近的 那你现在所期待的是他能够谈上去 但是问题是说 他不可能去谈到你的120了 至少在短期之内不会 对不对 当然很多的股票跌的比他还更凶 不管什么阳城啊 丹井啊 跌的还比他更凶 东硕也是 那如果说您现在还是采取了一个所谓观望的策略 保守的策略 然后但是却又抱着自己手中的股票的时候 张老师很实在的跟你讲一件事情 不可能赚回来不可能谈回到你的成本 你自己去思考你看看 洪杰克的线图 你看看要多久的时间能够谈回来 能够在9月份甚至到10月份之前就谈回到120吗 很困难嘛 对不对 这还是洪杰克哦 他还算是业绩好的哦 那如果来现业绩不好的呢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想想 您现在所最想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现在所最想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股票市场当中 你最想要的一件事情 不就是能够把过去所输的钱赚回来 或者是再继续股票市场当中 能够赚到更多的资金吗 能够借由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不是吗 那如果说我们所想要的都是这样子的目的 但却又一直死报活报过去可能从100块 跌到剩下50块钱的股票 一直抱着这些股票 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谈的情况之下 要我只是他稍微谈了一下 顶多最多只是减少一点点的亏损 100块跌到50块弹到60块 你顶多从100万变成50万 再变回60万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长空的格局 那如果你弹上去又不会出 单纯还是一直抱着 那这样子的操作策略根本等于没有操作 老师朋友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指出还在8000亿耶 就历史上的长线角度来说 它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档区 虽然说短线我们正在做多 中期来做多没有错 但是必要的风险 张老师还是要提醒你 所以我说现在的操作策略 就是做短我们50万做了 变成55万变成60万两三天的时间换 现在涨跌幅是10%啊 对不对 同事朋友 像616的财经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 四天四只五天啊 四只涨停板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各位 现在去买财经这样子的公司 因为毕竟它是贵钱 但是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现阶段短期金领班 在针对的股票 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股票 我这边请你记下来 第一个 本益笔非常严重的低估 意思就是所谓的股价的抄底 而不是业绩的下滑 是股价严重的抄底 在严重抄底的情况之下 当然本益笔会低估嘛 而第二个部分是说 当一家公司或者是我们锁定的股票 它本益笔严重的低估的情况之下 它会变成说 其他相关的竞争的公司 产生一个所谓恶意的并购 有这样子的状况 不然你看哦 二三五二五的戏品 原本呢 瑞瑞公说要病他嘛 结果变成崩害入主合作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这样子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们现在短线上 所纵所 所这些业内的资金 或者是投信所锁定 要在第三季作帐的 季底作帐的 这些标的 会是其中之一 会是这样子的方向 中小型个股当中的电子股 中小型的电子股当中的 本益笔严重的被低估 股价严重的超跌 那公司派 又很害怕被其他的公司 竞争的公司 去做恶意 以及敌意上的并购 他势必会去做 互盘的动作 那当然公司在互盘的时候 有时候第一个 所采取的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互藏股 3231的伪创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或者是6105的 瑞传 这是当初 前阵子 正好是送资料 给各位的股票之一 你看一路拉上去 每天都是红K 再次要告诉各位 现阶段选择 这一类型的概念 这是值其中之一 实施库涨股 但是你现在如果已经实施的 你再去追 就相对来说已经偏高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关注说 接下来什么公司 有机会实施库涨股 我们点到为止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而第二个部分是说 公司派他要护股价 他害怕有市场派 在外围股票市场当中 收购他的股票的时候 他当然会担心 他最好的方式 除了实施库涨股之外 因为他要拉股价 股价拉上来 人家收购的成本就会提高 而降低 被并购 或者是被故意 这个敌意收购 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他股价一定要拉高 提高人家收购的成本 第一个是实施库涨股 第二个是 找投信的配合 他说朋友 其实这个讲的比较白一点 有些公司本来 就会找投信的所单跟配合 这个大家市场上都知道了 只是很多人 因为法律上的规定 不能这样讲 是什么股票 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不能说 但是我们锁定中 明天只要指数跌 开盘大跌 这样子的公司 就是我们短期 冲进去 买进50万 拉上去 变55万 60万 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的股票 他是有这样子的机会 这是第二种选择的方向 投信 所单 美比 严重低估 抄跌的公司 公司害怕被并购 这是选择的方向之一 而第三个呢 公司在护股价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找业内的配合 不管是外围的金主也好 中石户也好 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像过去你看 很多的股票 有些 奇怪了 9951的黄田 它是当初 其实这家公司 你看到最近 它是投信买上来的 但是投资朋友 这一天 这一天的下午 它在贵美中心 开这个说明会 开完说明会之后 隔天开高走梯 这么大量 这么大量之后 拉上去 下来回车自身 整个喷出去 有时候才找一些 外围资金金主进来的时候 本来就是会 再刻意去做一个 洗盘的动作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方便 点得太明白 但是 你要明白的是说 当你手中的股票 现阶段没有人 在照顾的时候 它顶多是 跟着大盘开始 在反弹 但是当大盘 接下来 进入震荡整理的时候 您手中的股票 很多的 它又不会动 所以我才说 当死报活报 的一些股票的时候 它基本上 你要回到你的成本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当你懂得 利用这一次的 报复性反弹的 机会的时候 然后你利用这些 我们所能够迅速 率先知道的讯息 或者是操作节奏的时候 直到业内的 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领先先去做卡位 或者是同步进场的时候 短时间之内 三天拉个一支掌停板 两支掌停板 50万变成60万 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然后等到 做完之后 换了下一档 在下个礼拜的时间 在同样 复制同样的 这样子的操作模式 当然它的机会 就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子才会有机会 反败为胜 死报活报 它不可能反败为胜 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的投资 不就是选择 对于自己 最有利的方式吗 最有利的方式 而且要最安全的方式 最没有风险的方式 当那家公司 一些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的股价 公司派的老板 都自己很紧张的时候 你进场去买 你觉得风险高还是低 都是朋友 想想这个问题 赵老师今天提供给各位的操作策略 三天不动 就会换 三天之内 买进去 一天动了 两天动了 五十万变成六十万了 出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赵老师 目前接下来 短线上的操作策略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说 这样的操作策略 除了能够让你 在今年把握出最大一次的 反弹的机会 做多的朋友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样子的操作策略 在接下来面对 这样子的长空格局的情况之下 反弹一旦结束 我们轻易的 获利落贷 把现金放到口袋中来之后 还可以顺势翻空 何乐而不为 所以到这边 想想今天赵老师跟各位讲的 那如果说您今天看到节目的朋友 赵老师给你一次的 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短期的精英班 短期的 免费直接帮你升级到精英 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要把过去所输的 过去您自己操作 所不顺利的 在九月份 一次 把它反败为胜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